四百一十三集 何先生,你也相信这个吗? 李千颖望着林雨,眉宇间闪过的一丝感伤,心中不尽一柔,不过她还是露出一副笑颜,晃了晃戴着手链的手。 我母亲也相信这个,在我很小的时候,她找了一个算命的大师,帮我算出是昙花命,说我命如昙花,转瞬即逝,所以便找人帮我克制了这串手链,说能消灾解难,护我平安。 何先生,你说,她说得准吗? 林雨望着她笑意盈盈的模样,心头无比沉重,如梗在喉,打也不是,不打也不是。 据她祖上的记忆来看,昙花命自古便有,无一例外,有此命者全都会在三十岁之前香消玉云。 这种命格她也束手无策,所以李千颖手上的这串双符咒手链更没什么作用了。 不过是起了心理安慰的作用罢了。 一桌子的人在听到李千颖的话之后,都不由神情沉闷下来,面面相去,似信非信。 这个所谓的命格,真的那么厉害吗? 李千颖见林雨没说话,倒是自己轻轻地笑了笑,十分洒脱地说道。 何先生为什么这么严肃啊?生死难道,真的就这么重要吗? 嗯,我觉得人不管来世间待的时间长还是短,只要能不辜负自己所活过的岁月,便足够了。 我已经见过这世上诸多的缤纷色彩,也体会过人间珍贵的爱暖情长。 所以,哪怕是现在让我死去,我也没有遗憾了。 林雨听到李千颖这番话心头不由一振,蒸蒸地望了她半赏,随后展颜一笑说道。 你这话说得极对,这才是生命该有的意义。 作为一个死过一次的人,她对李千颖的这番话实在是再赞同不过了。 这个时候,台上的主持人突然加大了音量,喊了一声,一瞬间打破了林雨这桌沉闷的氛围,众人不由抬头,朝前望去。 她说的万事集团就是万家的企业,只见台上摆放着一件内缘外方的桶形玉器,通身青黄色,高约十厘米,射镜约七八厘米,品相不凡。 我的天,万事集团好大的手笔啊。 这么大的御从,简直是宝贝啊,据我所知啊,前几年就有一件御从拍出了一亿的天价,这件看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我也听说过,这件御从品相这么好,价格肯定更高吧。 不得不说人家万事啊,就是大集团啊,像这种即兴慈善贩卖会,竟然都舍得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,足见人家的实力啊。 下面各个公司的一众老板和高层们不由得惊叹连连呢,这不过是一次慈善的捐款,出点血讨好一下商务部就行了。 没想到万家这回动了真格的,一出手就这么大的手笔,果然是大家业呀。 主持人,你刚才的话有误。 蓝秘书这个时候,冲主持人喊了一声,接着撇了一眼林语的方向说道。 这件御从怎么就是压轴的了呢?压轴的东西啊,在容器美颜的何总那里呢。 主持人一争,也看向林语这个方向说道。 何总,建议把您的藏品拿出来一起拍卖吗? 他话音已落,屋子里众人齐齐地看向门口边上方位的林语。 我介意,林语对众人的目光,面色坦然,没有丝毫的拘促。 我这样东西太珍贵了,我不想跟这种道貌岸然的企业放在一起拍卖。 上次废了万小川之后,他可是打听过万家的底细。 不只是万世灵这个人没有医德,万世勋这个人同样没有商业道德,也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主。 为了利益,不惜以次充好,坑蒙拐骗,不愧是一个娘胎里面出来的兄弟俩。 你说谁呢?嘴巴干净点。 万世集团那边,有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富泰男子站起来,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。 要不是有姚副部长在这儿,他非得上去,扇林语两巴掌不可。 主持人听到林语这话也是微微一争,接着就问。 那您能先把藏品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吗?我们拍卖完这件御丛之后,可以直接…… 不用了,一会儿我自己送上去。 林语冲他白白手。 你先拍他们的吧。 那好吧。 主持人有些无奈地点点头,接着继续昂头说道。 那我们继续竞拍这一件。 诶,等一下,等一下。 万世集团刚才骂林语,那个富泰男子,突然一手拿着电话一只手挥了挥,急忙说道。 可以稍微等一下吗?我们万世集团的少主万维臣马上就到了,等他来了,我们再开始竞拍,好吗? 主持人迟疑了一下,转头望向了蓝秘书。蓝秘书低头问了下姚副部长。 姚副部长点点头,蓝秘书这才嘱咐大家稍安勿躁,等万家少主来了再说。 毕竟,人家万家出了这么贵重的一件藏品,等等也是情理之中。 好大的排场啊,让这么多人等他一个,故意的吧? 汤浩皱了皱眉头,他这么一说淋雨也觉得是,万家这么会挑时候过来,多半是刻意。 要是万维臣一开始来的话,那就凸显不出他的地位。 现在一来,众人都得等着他,注意力便全在他身上,可谓是给万事集团赚足了脸面。 好在过了不多时,万维臣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,只见他看上去有四十上下,穿了一身银灰色的西装,身形中等,鼻梁高挺,两只眼睛不大,但却带着十足的精芒。 乍一眼看上去,与万维韵倒是真的有些像。 他就是万家家主,万世勋的大儿子,也是万家以后的家主。 不好意思啊,让姚副部长和大家久等了。 他眯起眼睛故作抱歉地说道,但是神情间却没有丝毫地致歉意思。 静止走到了最前面,和姚副部长打了个招呼,接着便坐在了自己公司的那桌, 撇了一眼旁边的李氏集团那桌,冷笑一声。 徐海森和贺经理等人见他也是神情冷淡,眼中颇有些不屑,大有些水火不容的架势。 看来这两家十分不对付呀。 好,既然万少爷来了,那我们的拍卖会继续吧。 蓝秘书冲主持人说了一声,主持人连忙走上台继续说道。 我们接下来进行战国御从的拍卖,拍卖底价五千万,加价区间五百万。 我宣布,竞拍开始。 我出六千万,我出六千五百万,我出八千万。 主持人的话音一落,下面的人便迫不及待地喊起了劲。 毕竟这个战国御从确实是好东西,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,而且来了一些大老板都是不差钱的,所以也舍得出价。 万维臣见自己家的御从如此受欢迎,不由地挺直了胸膛,仰着头,满脸自得。 经过了几番竞价之后,最后的价格来到了一亿四千万。 一亿四千万还有要加价的吗? 一亿四千万一次,一亿四千万两次,一亿四千万三次,成交。 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道。 嗨,小伙伴们,福利来了,想拥有侃侃的专属闹铃,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喜马有声剧,回复侃侃,将会有机会得到侃侃的专属闹铃哦。 还等什么呢?快去吧。